国语有生善书 圣贤堂善书 天堂游记 主著先佛为纪公活佛 第二四回再由中华公聆听中华帝君说法 纪公活佛将 诗曰 火散高张汉诗一 清风善逐一良威 商场热烈千斤重 不若僧家化燕妃 圣事 炎热夏天 缺少雨露 人们觉得心浮气躁 土地亦觉得心可而张开口来 渴望着雨露的滋润 人生在土地上 当机点道得水 沾些甘露雨 以洗净尘埃 露出清新的面目 使生命欣欣向荣 以免让生命干枯 气息浮躁 今日我在代贤徒阳生参观中华宫 拜会黄老 请他开示庙道 准备上联台吧 我坐稳联台 请恩师启程吧 已到了 我们前去拜会黄老 功灵赐教 由此家机面临高真说法开示 自觉道福不浅 感谢恩师提携 这也是天命促成 才能与师分担普度众生之责 受你度化之众生最多 为师也觉得拥有你这个徒弟为荣烈 今天能有这份福荣畅游三界 时事上苍妙化安排 一切忍辱负重 将天堂游记一书著成 普度众生之任务 才能有所交代 在家边吧 感谢恩师慈怀指示 弟子遵命 在这五老天的得道高真 各个法相庄严 道气非凡 相信他们都会下过一番苦功琢磨 才有今天的成就 天上 天下相同 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果实 来到皇老居住的圣地 感觉有些闷热 不知是何因呢 等一下向帝君请教 就知一切 是的 余生叩见中华帝君 今日随恩师再到至圣宝地 请弟弟再与开窍指迷 现在觉得心情有些闷热干燥 不知是什么原因 众生的新田原地 充满贪欲烈火 没有一点甘露伐水滋润 偶尔得到点滴雨水 亦占为己有 不肯不失半点给他人 难怪众生心地空虚 寂寞 饥渴 冷气冰水也难以使冷静下来 本来长满青草绿叶的心地 因预念火花的焚烧 使翠圆的生命干枯 黄道宝土变成焦黑 这块黄土已经变直 到处充满火爆场面 天上亦因地上变化而感应 所以你会觉得焦虑烦闷 原来如此 今天我带你参观黄老天之妙境吧 感谢帝君费神指教 帝君导游我们四处参观 心中怀着无限的感激 来到这里 看见一片广大的农田 花木浮书 各色水果遍布 还长满了稻子 甘蔗 与凡间无异 这里莫非是凡间 凡间的土地是我的灵气所化 天上也就在人间 人间也似天上 所以在人间顶天立地 寻规正道的人 他站立的土地就是净土 热土 如能将此块净土扩大 就成了一个广大的天堂世界 这里的一切 它正陷在你的眼前 开始无限天机 有缘者自会触景而悟 一 这棵稻田 水分充足 肥料无缺 杂草除净 所以结满稻穗 正低头向你示净 人如能学习此种精神 一定到果丰收 二 这块甘蔗甜 因为土地过硬 无水灌溉 生长的甘蔗皮硬体弱 直立不甜 口味不佳 也难受人欢迎 人如果像这样刚强一驱 暴躁 无水分之柔软 又无人情味 一定是让人觉得不是味道 人本混原一粒种子 将士之后 长大成人 开花结果 孕育后代 反之 如果不能脚踏实地 尽忠天职 将天赋之水分 元气 肥料 道德 丧尽无疑 甚至横行大地 心怀刀割 杀得寸草不留 见他的死去活来 无形中斩断了自己会命道根 终至英雄无用武之地 则黄老庙道不可得知 实为可惜 世人头上三持有神明 地下三寸有大道 万物轻弃 足不履邪境 则举不可得地道 守不处非礼 天道伸手可得知 修道说来困难 只要守足循规道举 就能成功 还不简单吗 地君说得妙 头上三尺神明伸手可握 地下大道寸不变得 真是大道不远 人自远之 所谓头头是道 步步是道也 前面那块沙地 闪烁着灿烂光芒 每一粒沙都亮晶晶 奇观奇观 这是什么沙呢 这是金沙 世界人口增多 土地增值 寸土寸金 所以不可看一撮黄土 它是立足之地 没有它 万物倾倒不正了 一粒种子拨在方寸土中 它能生长出千万颗果实 故称为方寸宝地 人体中央物以土 为之灵山 方寸宝地 愿世人好好培育 一旦攻城 亦能开花结果 炼成一位真人 阳生你说说此刻心中的体悟吧 枝头心花朵朵开 路颜微笑现如来 妙道飞摇在足下 眼中静观一小孩 以上所说 请帝君指教 花开枝头上 子落足下生 生灭无常景 脱湖出真灵 妙妙 我再带你访问成道的高真吧 感谢帝君提携引导 来到这里 看到许多修士们来来往往 壮肾愉快 全身发出了豪光 还有些正静坐在那里调息养神 是否可以打扰他们呢 无妨 你趁此机会访问他们成道的经过 以便启发世人 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这位高真道气灵人 但好像一名农夫 请问上圣高真 您可以说说修道的亲身经历吗 静坐调息中 看到一位凡奸阳善生灵光的驾道 欢迎之志 我并无修什么大道 今日能够有此地位 都是一生中遵守人伦道德 在土地上从无错误的第一步所致 我住在偏僻乡村 耕农为生 因从小家父敬神拜佛甚前 时常对我们讲述因果报应故事 自幼受到宗教环境熏陶 集养成慈悲心肠 在除草离田时育有青蛙或其他小生命 尽力给予保护 使他继续占一效天地生活 农作物 蔬果收成时 必送些给邻居享用 大家和热荣荣 还有一生中 懂事以来 绝对不随地兔谈 便逆 或指添骂地 我降生于地 对地存着万分敬意 从不破坏土地的地理 认真培养地灵 耕种食物 使土地发挥他的灵气 自愈众生就度众生 想不到由此而得了地道 却守人伦 而得人道 人法地 地法人 所以正得天道 去世时 经过地府而消暗 受到黄老的提携 在中华天恋道 觉得无上的光荣 行行出状元 修道不一定到深山 各个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培养仁慈善性 处处去关怀 帮助别人 无形中你本身的灵气增加 聚少成多 最后也就凝结出一位真人 先佛生前无不时时刻刻以忌妒众生为己任 随着自己环境去修炼自己 农人按照时节播种 就地取材 亦能有杰出的成果 如现实各行各业均有专家 只要精心去做 不违背天理良心 优良品种 这种好心人 正是上天所要取回播种在净土的种子 世人切莫清气 无老天至此告一段落 感谢黄老的此次 使阳生得到这么多的妙力 众生也能借此而大开智慧 三清无老是大道的精英 庙里傲义也尽谢于此 众生厚福 才能看到这本天书 愿独霸天堂游记者 能静心体悟其中庙里 切莫走马看花 一眼即过 否则你将失去许多朵在花叶后面的果实 二位劳苦功高 清访天界 著作天书 愿世人看霸此书 皆返天堂 我皇老愿意在此等候 叩谢帝君 指点迷津 授意良多 感恩不尽 随师反堂 圣贤堂已到 扬声下连台 魂破头体 我皇老愿意在此等候 两人认为是赦兰 may be 美别对我以来 利用力宿筒 参与穿报考想 参与穿回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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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